很多爱好者在击球的时候只会靠肩膀大臂和肩关节发力 轮大臂 好多同学发力的时候 这个轮大臂一直都赶不过来 打羽毛球我们一定要学会用手指去发力 尤其是你在刹球的时候 你的整个手指的动作可以加快你的整个刹球的速度以及爆发力 来同学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去做手指发力 首先要做到手指发力一定要做出这个动作来 食指和大拇指夹在拍柄上 后三指抠在拍柄的下方 来我们去做这个动作 注意后面这三根手指很重要 一二三 你看这个动作很多同学是不是都可以做出来 OK这个是你必须要做到的前提 来大家注意了 这个动作特别像一个什么物理学的原理 食指和中指握在我们拍柄上 然后后三指去做一个动作叫回按掌心 这个动作特别像一个什么物理学的原理 来同学们听清楚了 羽毛球的手指发力本质上面是在做杠杆运动 无论是反手和正手你都要找到你杠杆的支点 而正手的杠杆支点就在于食指和挡指 然后利用后面三根手指去做动作 好我们再来看前面 你会发现老师 我会做这个动作为什么我还是很难打不到球 因为你是拍子是这样切出去的 如果光是这样子撬这个三个手指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拍面是转不正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正手机球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就是手腕的配合 来看细节 怎么配合 当后面三根手指回按掌心的同时 手腕向前转动 来再来看一个细节动作 当后面三根手指哪三根 中指无名指和食指 这三根来往掌心去做动作的时候 只要他一开始动 手腕就跟着动 你的拍面就可以完全的转正 你就不会出现切拍 哪里的同时 后三指和手腕的节奏必须是同时的 如果你的后三指在抓紧球拍的时候 和你的手腕不一致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切拍 来给大家看一下 很多业余爱好者是先抓紧了球拍之后 或者先握紧了球拍之后 再去转这条手腕 你会发现你很难转得过来 你的拍面是切的 如果你拼命要把它转正过来的话 你只能怎么样 强行的去调动你的小臂 肘关节和肩膀 才能完全转正 这就很容易出现 肘关节痛 网球肘和肩膀痛 有没有 我会发现你这么容易出现 我会发现你这样的 好吗 好吗 我会发现你这样的